记者杨国文台北报道,桃园航空城总经理许又名之子许玉成,酒驾闯红灯冲撞双载机车,造成Beyond Cure乐团主唱林廷凯重伤,后座女友蔡乔更当场死亡,还一度肇事逃逸,虽许玉成里1280万元和被害人达成和解,市林地院仍以酒驾致死罪,肇事逃逸罪判他两年, 检方不服提起上诉,高院金首度开庭,检方指一审将旭南酒驾致死罪以刑罚59条情刊命述规定及于减刑不当,旭南则对全部犯行认罪,停讯后,旭南为他酒驾等犯行,四度向社会大众鞠躬道歉称对不起,我错了,希望得到被害人,家属原谅,能尽快判决决定入狱服刑 23岁续玉成去年11月29日凌晨酒驾闯红灯,在台北市市林区中正,围林路口,以超过70公里时速撞上平等红灯的双载机车,造成一死以上后逃逸,被其他见义勇为的机车骑士拦下,才又回到现场,续玉成久侧值高达0.71毫克, 还一度遭到积压,法院开庭期间,许的父亲卖房,借钱,凑足1280万元与被害人及其家属和解,许南并向法官表示写过道歉信,在看守所内抄写佛经,市林地院今年3月21日当庭裁定30万元交保,许南还与林南母亲当庭拥抱,审礼时, 许玉成将法官说,他做错事了,会承担一切后果,真的对不起,将来有机会会回馈社会,不会再做伤害别人的事,希望可以获得原谅,并赔偿死者800万元,伤者400万元达成和解,辩护律师也以达成和解理由,请求法官轻判。 市院认为,酒驾制人于死罪的法定刑是三年以上,十年以下,沈卓许南认罪及赔偿的犯后态度,认为即使判刑三年,也有刑侵法重刑刑,因此依刑法第59条刑刊命述规定,将它减刑为一年六月,赵陶部分则不予减刑,判一年,合并定应执行行为两年。